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堂课程所给大家介绍的影响债券市场的三大因素当中 对于短期因素影响最明显的是资金面这个情况 然后对于资金面我们会在这个课程当中推出一系列的课程 包括我们这篇的第一篇摄容于广义信贷与M2增速的变化 还有后期央行资产表的分析 还有流动性的三部曲的其他两部 包括信用产生以及相关的对于流动性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方法等等 作为我们对于这个流动性对于资金面这个角度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图示 这个角度呢 这个课程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课程的头一课 是我们这个也算是一个开中灵异的一个课程 也是为大家介绍重点是介绍这个相关的一些流动反应流动性的一些数据 以及我们最近进行测试的相关的一个方式 其中呢这个摄容还有广义信贷以及M2 可以说是构成了我们金融数据的主要内容 因为我们平常做月报分析的时候呢 所预测的三个结果 最主要的就是新增信贷还有涉容的一个情况 然后M2 其中呢在这个角度呢 反映了不同的这个 就是反映自闭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 广义信贷呢 包括这个狭义的一个信贷 就是新增信贷呢 它反映着这个信贷的一个 从近代的角度来反映这个全售 就反映这个银行 这个资金的一个银行的一个经营情况 同时呢也反映了这个社会 社会对于这种银行资金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情况 也反映出来 也是从资金的一个角度来反映出 这个基本面目前的一个状况 对于这个资金的一个可求的一个程度 而涉容呢 则是比这个信贷更为广义的一个情况 因为呢 它的这个社会融资的范围呢 不仅限于这个信贷的情绪 信贷的那种还反映在像票据 对外融资 然后股票融资 然后债券融资 非标的三亿工资 等等这一系列 一共可以说是有七大分项组成的 而M2呢 则是可以说是我们流动性的一个最 核心一个最根本的指标 同时呢 它也是反映了这个 也是前期 就是特别是在今年之前 这个央行一般情况下 对于流动性判断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 随着这个后期 一纲行长提出来的这个 利率这个双轨的并轨 还有这个数量性调整 像价格性调整的一个转变 可能后这个M2的增速的变化呢 对于这个流动性的指示意义呢 才有所下降 这一点呢 也在这个 今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指向报告当中呢 有所提及 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是呢 M2它还仍有很强的一个指示 一个作用 对于中国这个经济来讲的话 就是M2持续低速 或者说是M2这种效果 就是它一直是处于一个 较低的一个水平 无论是从预期的角度 还是从这个 实际上对于实体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情况 就实际上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充裕的情况来讲的话 都是相对来说 对于中国的一个经济 是一种全体较弱的一个支撑 因此呢 这个 对于M2增速的一个研究的话呢 依旧是有很高的一个意义 然后我们这一张报告呢 这一张这一篇呢 也是我们之前写的过去的专题报告 也是通过呢 涉融和广义性态的与M2之间的关系呢 它这个内部的一个结合呢 把这个融资和这个 后备投放这两个之间的勾连起来 也是呢 对这三者之间进行预测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 也是这个我们来判断流动性的互相印证的一个途径 简单来说呢 我们分成了涉融与M2的关系 和广义信贷与M2关系的两个部分 首先呢 这个社会融资呢 它的内容呢 是指一定时期之内的 实体经济呢 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 正如我们所说的 包括过去的银行 证券 保险 这些金融机构 从市场看呢 包括信贷 债券 股票 保险 等中间 业务 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 金融机构呢 通过资金运用呢 对于实体经济提供全部的一个资金支持 包括人民币贷款 外币贷款 信托贷款 委托贷款 金融机构持有企业债券 以及非金融企业 保险股票 保险公司的赔偿 以及投资金房地产等等 实体经济呢 这种规范的这种金融工具呢 在正规的金融市场 通过金融机构信用 或者服务所获取的直接融资 主要包括呢 为贴线的这种 银行程队汇票 非中企业 境内股票融资 以及战券进发型等等 还有其他融资 包括小二贷款的一个贷款 还有贷款公司的贷款等等 这个是对于 收容规模的一个定义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范围 一个确定 从数据上来讲的话呢 我国收容存量同比高点在09年 而09年到10年间呢 收容存量处于一个 高速增长的阶段 主要是由于呢 进入危机之后呢 我国是中了一个 宽缩的货币政策 自一年至今呢 是被存量同跃增速呢 开始出现一个 稳步下降的一个态势 从这个途中呢 也可以发现 非常明显的看出来 社会融资的规模增量 的变化情况呢 收容呢 等于它的一个公式 是等于人民币贷款 加外币贷款 加微托贷款 加新托贷款 加未提现的银行成对汇票 加企业债 加非金融股票融资 非金融企业 境内股票融资 加保险公司赔偿 加投资金房地产 加其他 简单来说呢 可以分为这个 就是其他分项 一般分析时呢 分为四个部分 包括呢 金融机构的表内业务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贷款 人民币贷款 和外币贷款 还有表外业务 主要是表外三项 微贷 信托 还有微天线 投资有股票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直接融资 包括债券和股票融资 以及其他项目的融资 这也其他方面 我们对于每个部分的这个分项呢 在这个正式的分析报告当中呢 就是月报当中呢 也有相关预测的方式 包括对于信贷 可能会更多关注这个 就是银行的这个 信用的一个 宽松的一个情况 包括是否有降准 降准啊 降息啊 以及这个 最近段时期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变动情况 还有就是这个企业的一个融资的一个需求 而这个比如说像非标的资产呢 我们可能会更多关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监管力度的强化与否 来排股和以及呢这个它目前是处于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通路阶段 对这个三级价进行相关的分析 而对这个股票融资呢 我们会关注这个证监会和这个证监会批路的IPO啊 以及这个定增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数量 它的这个来具体来分析它的股票融资的一个额度 然后还有呢就是债券融资 我们会关注近段时期吸引债 不同种类的吸引债这个发行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几种这几种资产不论是表内啊表外还是直接融资呢 我们都会根据相关的数据呢进行一个跟踪一个测量 然后包括呢它的一个预测的一个后期走势 有些虽然不能完全百分之百的一个定量计算呢 但是呢也会有定性甚至于说一些合理性的一个外图的一个计算方式 这个也是我们做月报的一个融资的方法 月报的一个方法 从数量上来看的话呢 2018年上半年结构上来讲 对实体经济发行的人民币贷款呢 占同期收容子90.4% 同比高出18.0% 这个也反映出表外转到表内的这种坚管作用的强化 费费光光明呢占比为辅12.98% 同比低到34.7%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费费转标的一个趋势 然后企业债券呢占比是10.5% 同比遭到13.8% 非金融股票融资呢同比低了1.5% 反映出来呢这个企业债券融资 就是债券市场它们对较好 这个与我们这个前期的一个判断呢 与这个宏观经济走势呢是相同的 从企业融资的这个构成占比来看呢 12年到14年呢金融表外融资的占比持续上升 14年后由于监管政策的变化呢 表外业务的占比呢迅速下滑 同时随着这个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呢 直接融资的比重呢呈现上升了一个趋势 金融机构表内这个业务的占比呢 自15年后逐步上升 而后受到了这个监管家将还被PA考核去延的因素呢 17年至今 直接融资呢均出现一个下滑的趋势 就这种融资呢和表外融资均出下滑的趋势 表内业务则稳不上行 银行贷款节奏投放放缓 部分融资需求呢表外就将表内 导致新增表外融资呢占比极顿性一定的波动 这个呢在图2和图3包括我们每次这个金融点评和我们的月购当中呢都会有体现 这个呢是我们对于新增融资啊还有企业标外贷款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描述 当然数据呢会进一步的更新 已经马上回到是8月份的一个相关数据 我们在这里不做过多的一个介绍 大家也可以去浏览我们的这个相关公众号的内容 我们会对我们的公众号呢也会对每次的点评 会对这个摄影当中的各个分项 他们一个贡献占比 还有具体哪一项在同比的一个增速 以及后期政策啊 包括基本面的变动对某一个分项的一个影响 都会做一个详尽的一个分析 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李永宏观众全集团的公众号 下面呢就是说到我们的正点 就是社融规模与M2的关系 社融呢是金融体系的资产 是实体经济的负债 而M2呢是金融体系的负债 实体的资产 渐渐的反映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总需求 从存量上看呢 这个社融规模存量与M2存量基本保持一致 02年以来呢 M2的这个余额呢 长期大于社融增幅 是由于外汇账款 很长一段时间呢 是M2的主要排成通道 然而近年来呢 随着外汇账款的下降 以及脱离这个商业银行表内融资的快速增长呢 社融呢逐渐的赶超M2 从从比上来看 06年之后呢 社融增速普遍高于M2的增速 主要是由于呢 商业银行融资区移快速增长 和二指口径有范围的不同 实际上并不是社融的每一个分项呢 改变都会引起M2的一个变度 投机这个口径的差别呢 我们在备注当中呢 会有介绍 对于M2和社融之间关系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这么多 然后呢下一个重点呢 是关于广义信贷 跟M2之间的关系 广义信贷呢 包括银行信贷收支表中的各种贷款 战券投资 股权 以及几大投资 买肉反售资产 以及存放非存款类的 金融机构款项 银行从17年一度就起呢 将表外理财和扣除现金 以及存款的余额呢 也纳入了广义信贷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口径呢 发生了变化 也完全的阻隔了 银行将信贷投放 转入表外理财 也归不监管的一个可能性 具体来说呢 我们在旧监管的条文下来看呢 这个口径来看 广义信贷的余额等于 各项贷款 加债权投资 加股权及其他投资 加买入反售资产 加存放非存款类 金融机构款项 而在新口径之下呢 广义信贷的余额呢 等于旧口径下的 广义信贷余额 加表外理财总资产 只要减去表外理财的 这个现金余额 减去表外理财的 这个存款余额 所以呢 根据资产负债表 以及信贷收支表 还进行相关测算呢 广义信贷呢 余额等于总资产 减去现金 以及存放中央银行的存款 减去贵金属 减去衍生金融产品 减去固定资产 减去无形资产 减商与 减定员所得税资产 减投资性房地产 减其他金融资产 加上表外理财 减去表外理财中的 现金及存款 这点呢 是在我们这点 我们如果进行相关测算的话呢 是需要对于各个银行 这个 他的这个年报当中的 这个数据呢 进行测算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统一的口径 而 这个 这个自17年底呢 这个国内四大 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存需余额呢 是9.97万亿 将年初的增长了2.9% 这个是在理财的年报当中公布的 呃 全国股份之银行的存需额呢 将年初下降8.8% 农村 这个金融机构呢 呃 理财规模呢 也是有所缩减 将年初下降1.9% 17年呢 中国理财这个市场报告显示呢 从资产配置上来看呢 标准化资产是银行理财配置的主要资产 其中的主要以债券资产配置 债比最高 呃 而这个现金级银行存款配置呢 为13.91% 其中最大的一项呢 42.19%的债券资产 呃 我们这个报告的核心 也是第二部分的核心重点呢 就是基于国有大型银行 以及全国性股份银行 成商行的数据呢 根据银行业理财报告中 现金级银行存款配置的比率 呃 估算出五大行 及股份质银行 成商行的表外理财规模 然后根据国有大型银行 及股份质银行 成商行的公司半年报年报 计算出广义理财的信贷 同时计算出新口领下的广义信贷增速表 这个呢就是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 因为身一数据的可得性 呃 我们在当时是只 选择到了17年的12 就是17 17年的年报的数据 分别计算国有大型银行 全国股份质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呃 外资农村信用社 现金以及银行存款的 相关数据的变动 然后呢我们设定不同的 这种极端的情况 呃 考虑这种银行配置资金 及存款的不同比例 然后呢算出了 广义信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 以广义信贷 呃 与M20间的目标差呢 进行相关的一个测算 我们发现呢 非常明显 在这个17年之后呢 城商行这个管理 他们之间的差额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行 而这个股份质银行呢 和这个 商业 国有质银行呢 这个区分变动不大 股份质银行呢 也发生了一个下行 而城商行下行的程度呢 是最高 但是来说呢 城商行的这个目标之差 当然是保持一个政治的水平 具体的计算标准呢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把相关的这个 Excel的数据呢 呃 发给大家 呃 具体我们不再注意出其中内容 但是呢 那这一点 呃 最后的结果呢 也反映出来 这个监管 呃 就是银行业的这种监管 在不断推出之后呢 对于这种银行 对于这个城商行的这种限制 和它的这种规范呢 起到了非常强烈的 一个强大的一种作用 啊 这个是30% 然后这个是30%到50 情况下 进行一个相关设定 然后呢 效果上来说呢 呃 与它这个变化的趋势呢 也是相同的 相对来说呢 国有大型银行这种 这种目标的质差呢 前期呢保持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到后期呢 呃 也没有过于打这个 巨大这个波动 呃 重点反映的呢 还是 股份值银行 以及城商行的 这个水平上的变动 好 以上内容呢 就是本期报告 关于这个 呃 M2和这个 那个关于这个 这个收容和信贷 与M2增速变化的一个 就是一个开启吧 算是 啊 后期呢 对于流动性的相关内容呢 我们还会在另一门课程 呃 流动性的这个 三大专题当中呢 为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个解读和播报 啊 也希望我们通过这个测算的一个方式呢 能为大家 呃 关于这个金融数据方面的测算 以及这个相互之间的勾计关系呢 呃 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一个了解 也为大家呢 提供一个呃 判断M2增速和摄容 还有信贷之间 这个勾连关系的一个方法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